大家好,我是杰帅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大家看一下我手上还有一包新竹米粉 然后打算今天晚上我们又炒米粉来吃吧 对,因为上次我们炒了一次,我觉得是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然后我看到很多朋友留言 推荐一定要吃那个金瓜炒新竹米粉 那时候我金瓜不知道是什么瓜 所以这次问了大家确定的是南瓜炒米粉 为什么南瓜叫金瓜呢 因为可能是黄色的吧 黄色的可能说是金黄色的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称 对啊,而且没有想到南瓜可以配米粉 对啊,真的是我是从来没有听过 对啊,而且我也觉得很惊讶吧 非常的好奇 南瓜和米粉从来都不是搭配在一起的感觉 对啊,对啊 从来都不会搭配在一起的 就给我们感觉好像,哎,这两个居然也可以配哦 对啊,那味道会怎么样呢?会不会觉得很不适应哦 所以说非常好奇它那个口感是怎么样的 嗯,那现在我们就先去准备食材吧 嗯 我看到留言区很多朋友建议说 米粉也可以直接用水泡 也可以直接蒸 我很好奇 就是蒸软吗 直接蒸软是吗 嗯 嗯,那我们现在就按照他们的方法吧 蒸 嗯 试一下 因为上次我们是用水泡的啊 嗯,用温水 自己就放在这里蒸 好像说蒸三分钟 嗯 上次我们炒米粉的时候,我觉得高丽菜放少了 对啊,所以你还说多 因为他这个,但放蛮多的才好吃 呵呵 这一次放多一点吧 这个中药了 刚好我们上次做的南瓜饼 然后现在还剩下 这个南瓜 嗯 这么多应该够了吧 应该够了 你看 真的是金黄色的,所以叫金瓜 诶,我也觉得应该是哦 对啊 我在油管上面看到他们南瓜 有些做的时候没有削皮 不削皮 应该是嫩的南瓜吧 嫩的南瓜没有那么滑啊 嫩的南瓜里面好像不是这样子的 我记得是绿色的 好像绿色还是怎么颜色的 他们说留这个瓜皮 然后比较有口感 但是我觉得像 我太老了 对啊 像这种比较老的南瓜 好像这个皮很硬的呀 哦 对啊 应该会比较硬吧 所以我们也不留了 嗯 削掉 三分钟已经过去了 我看一下可以的没有 没有 诶 什么还那么硬啊 还硬啊 对啊 你看一下 嗯 不行啊 我以为蒸的还快 是不是要泡一下才蒸的呀 不知道 你看感觉好干哦 你撒点水东西吧 可能撒点水才行 哦 或者是不是先泡水 以后再蒸 泡那个冷水 对啊 让它软化才能蒸吧 现在撒点水看有没有用了 应该有用 泡什么丝 嗯 金瓜泡丝 软了没有 感觉应该是软 应该可以 这个方法呀 对啊 这次炒这个的食材和上次炒的那款差不多吧 就多了 就多了 金瓜 嗯 肥猪肉 煎猪油来炒米粉我觉得比较香 对啊 猪油很香嘛 嗯 香菇 香菇要煎的比较香哦 嗯 煎干一点 煎干一些 然后我见有些人把这个猪油炸捞起来 我们就不捞了 嗯 剩下的瘦猪肉 小虾米 其实他们炒的时候好像是用那个 干虾米 虾仁 虾仁 嗯 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虾皮而已嘛 就是弄很小 很小的对啊 就是我们也没买过那种哦 也不知道在哪里买 超市肯定有 但是应该很贵 哦 下次我也看一下哦 你想一下和虾都四五十块钱一斤 那个虾仁的话可就这都五十以上吧 哦 应该要 高粒菜也放进来一起炒 香菇水 这个调味道 食用盐 这个是老抽啊 因为 酱油没有了都忘记买了 蚝油 本来是放酱油就就差不多了哦 要没有酱油没办法 嗯 米酒 现在倒入金瓜 哇 感觉好多啊 这金瓜颜色非常漂亮 对啊 配菜是不是今天太多了 哈哈 我也觉得 没关系啊 看上去胡萝卜丝一样 对啊 好漂亮哦 对啊 金瓜是不是 又等它全完全溶了以后再 放米进 米粉进来 是不是这样子 好像看往上面是这么写的 我们现在先放那个油葱酥 放油葱酥进来以后就特别的香了 对啊 可以啊 你看那个香味瞬间 马上就出来了 米粉 好像配菜也不算多啊 嗯 因为那个南瓜它其实融合一些 让米粉 把这些汤汁给吸收了 还会肯定会很好吃的 我觉得 这样 这样看起来还蛮好看的嘛 对啊 哇是还好看的 我觉得 对啊 你看 好感觉可以啊 可以差不多 对啊 本来最后要放那个芹菜的哦 对啊 但是芹菜又忘记买了 酱油也忘记买了 好在那个冰箱里面还有一点点葱 就放点葱进来吧 你从那边倒过来 然后就可以出锅 里面还要 好了可以出锅了 哇 哇 我感觉这一次的麦香比上次还要好 哎 对啊 金瓜炒新竹米粉 你们看 哇塞 我觉得真的比上次那个麦香好太多了 但是也不错 但是不知道口感会怎么样 对啊 还挺好的 这一次撒了酱油 但是老吃了是酱油啊 其实啊 也没有平碳 还不过很好吃 这是多了这个金瓜 南瓜 它里面会有那个南瓜的香味 对 微微发甜吧 对 有一点点甜味 不过这一次我们因为没有买芹菜嘛 就没有出去 然后用这个葱的话 不知道可不可以 应该都可以吧 但是可能在家 放芹菜的话 可能会比较香还是怎样 嗯这个香是 哎呦 今天晚上又拿出来 配这个米粉吃 对啊 为什么新竹米粉那么出名 然后我今天特意查了一下 嗯 就是好像是说 以当地的那个气候有关嘛 这样子是吗 嗯 对 可能就是那个气候比较适合那个 是制作米粉 大米 还是怎么样 还是生产 那个大米 是大米有关 就像我们上林一样啊 我们上林里看大米那么出名 在我们广西这边呢 我们上林的大米非常出名的 因为比较香 它的米粒非常的细 然后比较长一点 其实也是跟我们当地的那个气候相关的 我们白天那里热 然后晚上很凉 因为有大明山的原因 对 但是上林它是这样子 因为气候所致那个大米比较好 但它这里提到是这么说的 它说的是 由于它那里的气候原因 它适合晒米粉 对 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样子啊 对 而并不是说它是因为那个倒米的 我以为说 对 我以为说是因为气候的 软烟还有大米 它口感适合做米粉 我以为是这样子 不是 它是说适合晒米粉 好像 哦哦 是不是比较干燥 嗯 对 应该是这个 所以 这个米粉的话也比较好吃哦 对对对 难怪这么有名哦 嗯 嗯 掉了一块肉 对呀 就是用筷子夹 前两天去帮 搬家的那个朋友啊 帮他搬家那个朋友 他本来今天也想过来 吃这个米粉 但是结果他 不知道又去哪里了 不知道是不是去约会还是干嘛 还是忙着上班 没有啊 他回老家了哟 回老家了 对回乡下了 哦 对不着 那只能等他下次回来咯 对 下次就吃别的菜嘛 嗯 下次做别的给他吃 反正还有很多哦 对 然后昨天 我们一起去玩 今天分享的这一期影片 我看起来 那个录音效果真的很差 我感觉都对不许大家 对啊 没有 就是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个降噪的问题 嗯 他那一款的话也不便宜的 但是的话 我感觉 就他不能够 就是他对外界的收音啊 就不能正能的识别 那种感觉 完全的屏蔽掉 对对对 而且我们自己的音 他显然有点过于的尖锐了 对啊 对 本来 就想带大家去感受一下大自然 对 结果 所有的大自然的声音都录不到 就连风声好像都录不到是吗 对啊 全样的就不自然了 对啊 太可惜了 就不舒服 嗯 所以我们这个 感觉录录音录出来的效果还好一点 比较自然嘛 对啊 小龙瓜 小龙瓜又坐到角落去了 他喜欢坐角落那里 不知道要干嘛 在那里发呆 他好喜欢在那里发呆的 可能又等着我为他吃东西 真的在我们这边哦 这个南瓜呀 从来没有和米粉搭配过 从来想都没有想到过 对啊 而且这两样食材的话真的 感觉天南地北吧 搭在一起的话 如果你直接跟外面的人说 或者跟亲朋好友说 南瓜和米粉可以一起炒 他们会觉得 啊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觉得很奇怪哦 但是他们 肯定没 不知道说会这么好吃 对啊 其实是 对 嗯 长见识了 嗯 对啊 那我们不知道吗 是吧 嗯 像我们平时吃南瓜的话 会拿来炒来吃是吧 拿来炒 拿来蒸 或者做南瓜饼 这些 对 而且这一次的话 炒的没有上次那么干 这次的话会 实一点 实一点点 也是总结了大家的经验嘛 都蛮不错的 嗯 不过感觉是放芹菜 更香一点 好像 应该是 嗯 连酱油都没有 呵呵 对啊 酱油都没有 就蛮 放碗放过来一点 要掉了 好了 朋友们 我们本期影片呢 就分享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观看影片的同时 记得把广告也看完哦 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 这肯定吃得完这个 我现在没饱了 我的干完是 对啊 呵呵 好感谢 然后 好感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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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感谢